高雄一名男子酒駕上路 开车左右摇晃又没有开大灯 被警方拦查 一开始先假装配合 却突然加速开车逃逸 双方一路从市区追上国道 就在驾驶准备下交流道的时候 四状分隔岛当场被压制逮捕 原来他是担心自己通气身份曝光 才会心虚逃跑 因拒绝酒策及涉嫌五项交通违规 总计被开罚20多万 前方黑色旧车开车摇摇晃晃又没开大灯 遭到警方上前蓝茶 忘记开是不是 假装配合警方蓝茶被问有没有喝酒 他还挥挥手下一秒却突然 你不停车吧 油门催垒男子拒检逃逸 跟警方当街上演追逐阵 双方一路从市区追上了国道 就在下扎道的时候 男子不慎自撞 原警立刻冲上前 葬塔压制逮捕 这位男子最后被警方从驾驶座拖下来 原来他是高雄地检署发布的商业会计通缉犯 因为心虚才会逃跑 而时刻凌晨两点多 原警在旧路二路送疆街口 将他来营萨 男子拒检开车投意飙上国道 就在下人物扎道的时候 自撞分割道 双方追逐13公里 男子最后狼狈落网 因自撞男子的头部 查错伤 整个人站不稳 还需要警方的残服 最后先将他送上救护车救医 发现张南为高雄地检发布之 商业会计法通缉犯 张南当场表示据册 全案依公共危险商业会计法通缉 已请高雄地检署侦犯 最后证明通缉男子 因拒绝酒测 拒检讨一场红灯 危险驾驶等等 从机被开罚 20万6800元 最佳一等 接下来王超群 登兵在高雄的采访报道